下星期公布首季的业势 可能市场又不是很大期望 你怎么看我们应该留意些什么 还有汇丰的股价走势有什么影响 其实这么说 我想整个银行板块模擬 年初至今还是算强的 真的是以港股来说 最主要大方是受益的加息因素 像你所说除了美国 现在可能在说越来越英之外 欧洲可能第三季也有加息 而英国本身也在加上 其实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移动的息口 除了内地的 所以我想整个银行股 特别这些国际银行 无疑一定是一个受惠因素 因为始终有加息 那息差就有阔伏的憧憬 这我想大家都知道 所以其实这个看法 一直都没有改变过 只是可能看看到时 那个加息的步伐 是有什么的调整 可能发与慢 但是加息周期就一定走了 所以对反整个板块 我觉得都是一个好的正面支持 而当然 你说汇控可能来出的第一个季绩 其实同意香港大部分的预期 都是一般的 因为其实不是汇控 刚才略说美股的时候 都说到就是 你见到早过批出的银行股业绩 其实大部分都是一般的 因为第一季 其实先不要论什么地区 什么地方 我想整体在环球股市 都是属于一个反复的格局之下 在他们一些可能是炒房业务 甚至乎是一些投资银行业务 来计算 其实都会表现得比去年来说 可能信息一点 因为去年始终第一季 都是属于一个上升的周期 所以这件事来说 自然对汇丰也是一样会有些影响 而连带来始终 汇丰刚才都 比如美股也有说 始终他比较偏向 将是多一些国际业务为主 可能污和那边 又的确对他有些业务 有些撥备因素 而以来可能近年 集中发展多一些 在香港内地 亚太区为主 始终这季都面对疫情 是比较严峻 这些一定是对盈利有些影响 所以其实刚才也有说 譬如美银 你都将那个 税前盈利预期 按年都觉得跌三成多 普遍都是跌大约三成左右 很少觉得按年上升 所以我觉得 预算出来可能就一般一点 但是正如刚才也说 很多时业务 都是同一个预期比较 如果假设你出来 按年跌幅 是没有预期那么多的 可能譬如跌两成多 其实都可以解读为好 我觉得又不会说 特别觉得是很差 除非它出来的跌幅 比预期还要夸张 但是这个机率 我觉得未必算是太大 除非刚才提到那边 好像撥避这些因素 比预期多很多 这个就难估一点 因为撥避多少 这个就变数比较大一点 但是整体其他业务的表现 应该大致上的推选 就不会有太大出入 所以我想暂时的看法 其实还是属于偏正面 但是当然我想在这段时间 如果是特别在业务之前 要去考虑的 可以买着一些 但是比较好些 当然是等业务公布之后 还有其实过去都说 你今年减惠控也好 减园股也好 是偏向可能中长线一点 刚才提到 譬如受惠岛加息的因素 所以你说用来短炒 虽然近期股价相对强 但是就不是太建议 但是你慢慢 可能是做一些中线的部署 我觉得看法上还是比较好 但你看到水位 现在还有多少度 如果你说水位来说 其实暂时看图 其实短期来说 就真的不是太多 因为你上面 其实再往上去 就之前可能57.0的高位 就是2月初那些高位附近 那你现在这样看上去 其实真的一成都不够 所以如果你纯粹看价来说 短炒就真的不是太多肉食 我刚才提到 但是如果你说 可能从中线的角度 你慢慢看上去 可能真的挨近60之余 再加上收入股息等等 因为其实现在股息 都是三厘多的 其实如果未来的业绩 贵绩是能够再恢复多些 例如恢复贵式 或者是再增加牌息 如果能够斜回去 大概四五厘 其实到时候吸引性会再增加 所以这个我想比较值得 是偏向更加中长线的一个部署